马上来关心立法院这边的最新消息 那么我国在上个月 是与印度签署这个合作备忘录 是确定要来引进印度籍的外籍移工 希望能补足我国的缺工问题 只不过劳动部长许明春 日前在上网络节目专访时 是脱口说出了会选择引进 一度籍移工是因为肤色 以及饮食习惯相近 那这个说法一出也引爆 这个失言的质疑 虽然许明春在昨天 在立法院院会的质询上 是首度为这件事情道歉 不过现在各界的风波还是不断 甚至消息传回印度 也传出印度那边 印度当局对这个许明春的说法 也颇有为辞 那么对此许明春今天来到立法院 针对印度移工的事件进行备讯时 许明春也二度致歉 一起来关心 我一定要郑重地在这边说明 绝对我们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其实对印度移工的素质 跟工作能力的表现 我们都是非常肯定 那我们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了解 然后让双方的一个劳务合作能够顺利 那当然那一天的一个皮肤相近的说法 我也认为说 这个或许因为用语上不是太精准 那有造成外界的误解 那当然有一些纷扰 那在这边我也自己深切检讨 那也造成了误解跟纷扰我也致歉了 那我要说明的是 我们的移工政策一向都非常重视人权 我们也秉持平等待遇的原则 好 听到许明春是强调说 这个说法确实不恰当 但是自己也没有歧视的意思 但也为这个说法呢 是再次的致歉 只不过呢 传出呢 我国要来引进印度的移工之后呢 一开始是一度传出 一口气要来引进十万人 这也招质疑呢 会不会来冲击我国的这个就业市场 台湾本土劳力的一个就业市场 那对此呢 许明春在今天也强调说 其实一开始都是倾向小规模的失败 而且呢 相关的这个引进的行业 以及引进的人数呢 其实决定权都在台湾这边 那未来呢 也会来召开这个工作层级的会议 希望呢 可以来确定人数 并且呢 是绝对不会冲击台湾市场